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从来都没有将就过 每一天都努力了 目前有车有房 一儿一女 有爱的人陪伴 收入稳定 但还是很焦虑 还是很着急 这个年纪了 都有点不好意思说 竟然跟少年一样 永远在路上 但依然很迷茫 每天都很忙碌 好像忙碌可以让我更有安全感 感觉就像是 至少我正在为生活努力 做着点什么 管它是什么呢 总之呢 就是在努力着 周六一大早 我要带着唐小弟去补习班 参加一个考试 现在就连进的好的补习班 都要通过考核才有学位 学位耶 你听的没有错 我说的是补习班的学位 所以呢 拿到了合格的分数 对于唐小弟来说 就是他的安全感 这样我们中午 就可以每次次的吃顿好的 等等 这家伙今天看起来 好像不太开心的样子 不过小朋友的忧愁 来得快去的也快 一个汉堡 加一个冰淇淋 所有的不开心都烟消云散了 下午请了老朋友来家里开个小会 做自媒体之后呢 数据的不稳定 真的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要会研究心理 洞察情绪 会写文案 会拍摄剪辑 说学都唱 十八般武艺 你得样样精通 最近好像很少更新了 因为每一次更新 都变成了一次KPI考核 这个小姐姐我要介绍一下 她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制片人 认识她的那会儿 我才二十多岁的样子 那个时候的生活安全感是工作给的 拼命加班 好的工作 赚得多仿佛就是生存法子里的安全感 三十岁后 你猝不及防的来到了中年危机 上有老下有小 职场家庭婚姻 一锅琐碎症 主的沸腾 摇身一变 你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和顶梁柱 我甚至觉得身体健康 都不是纯粹的为了自己 因为一旦倒下了 全家的生活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一个重症患者的医疗费用 动辄是几十上百万 所以三十岁后的安全感呢 是让一切意外变得更加可控 开始学着妈妈的样子 存钱理财买保险 一直都在寻找那份能接触自己的安全感 是赚到了很多钱 是拥有爱的人 还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也许对于不同的人来说 安全感有不同的存在形式 对于我来说 晚上饿了 打开冰箱有好吃的 不管在班到多晚 都有人等你回家 有热乎乎的洗澡水 有猝不及防的小礼物 我想这些微小的细节 才是我心底里最踏实的那份安全感 所以 你的安全感是什么 这种 很適合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